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3月27日,星期日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东方航空公司这个空难的事 今天国家事故处理紧急指挥中心召开了第七次的新闻报告会 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又发布了几个重大的发现 还有一些重大的相关的事宜吧 首先呢,今天对这个事故的处理呢,进入了一个阶段 昨天我跟大家说呢,已经是基本宣布说全部遇难 其中呢,有114个乘客,有6个机组人员已经完全确认 就是有现场的物证和他们的身份相对应 就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那昨天呢,我说就只有3个机组人员没有确认 昨天我算错了啊,我记错了 我继承了一共123个人 实际上呢,是123个乘客,9个机组人员 今天指挥中心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 确认所有的123个乘客和9个机组人员的身份呢,全都对应上了 也就是说呢,在现场找到的证据可以和这123个乘客和9个机组人员 一共132个人的身份对应上 那么今天在现场呢,也举行了一个3分钟的默哀 警笛长鸣 全体人员 全都面向飞机飞来的那个方向 进行了3分钟的默哀 以对这些死者表达了哀痛 另外呢,今天也确认了 就在当地时间今天早晨 找到了第二个黑匣子 说是呢,在27日早上9点20分左右的时候 有消防救援人员 在技术组指定的重点区域深度搜寻 然后呢,人工 人工啊 现在呢,现场有那个挖掘机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搜救人员 用人在那儿就扒那个泥土 现在来说呢,因为下了挺长时间的雨了 现场呢,全都是那种黏乎乎的大泥巴 那这些救援人员呢 就在现场用手啊,来扒这些大泥巴 就人工挖掘出来了一个橙色的圆柱状的物体 和之前所挖出来的那个第一个黑匣子 非常相似 几乎一模一样吧 那经过现场勘察的民航事故调查人员 发现以后呢,立即就把它取出来 经过专家确认之后认为 这个飞行数据记录器这个存储单元 是完好无损的 和之前的那个录音设备不一样 之前那个录音设备那个圆筒呢 当时拿到的时候就说已经是严重回损 送到北京的那个实验室之后呢 那边也确认了说这个确实是回损了 但是呢,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们也在努力的来下载那些数据 但是呢,不容乐观 说这个存储芯片呢,受到了破坏 如果要修复的话 就只能送到原厂家去修复 好,现在呢,又发现了第二个黑匣子 第二个黑匣子就是记录 飞机上的所有的仪表仪器的这些数据的 好在呢,现在已经确认 这些数据的存储单元是完好的 就是呢,应该很快就能把这些数据提取出来 那么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 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说 发现的位置是在距离主要撞击点 以东约40米的一个坡面上 距离地表下身约1.5米处 前两天咱们说了,就是已经确认了主要撞击点 那个撞击的地方呢,是有一定的深度 那在确认的那个撞击的地方 往东40米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坡 现在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在挖吗 就人工在那儿挖挖挖 挖了有1.5米深 挺深的其实啊 1.5米深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个东西 我感觉这个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飞机啊 它在头朝下的时候 它在接触地面的那一瞬 应该就爆炸了 应该是呢 它上面的一些部分就炸开 炸开之后呢 它就会在周围四散开 那在东边那个坡上 因为那儿有一个坡呀 40米的地方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钻入了这里面 你就可以想象出来 这些碎片它飞出去以后 它的力量仍然是很大的 在40米之外的地方 它仍然能够钻到地底下 1.5米深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出来 当时它爆炸的那个强度有多强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搜寻不到整个的遗体 或者是比较大的遗体的部分 现在经过确认呢 说是这个黑匣子呢 它的毁损部分其实也很严重 但是索性的是数据存储的 但愿外观较为完好 现在这个黑匣子呢 也马上送往专业的实验室 进行这种移码的工作 这是这个黑匣子 有了重大的发现 那另外呢 说是在事发第一北 大约8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新的事故有关视频 因为视频是最直观的呀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有一个矿业公司 他们录的那个视频 对我们就帮助非常大 我们就知道这个飞机呢 是头朝下下来的 至于说是不是90度啊 或者是87度85度啊 就不用叫那事了 好 现在呢 说是在它北边8公里的地方 又找到了新的视频 这个视频呢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公布 光有公布这个消息 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说是现场到现在为止 找到了飞机的藏牌呀 以及碎片啊 累计达到了33777件 在当地呢 还走访了很多的目击证人 所有的跟这个空难相关的目击证人 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呢 其实都很重要 那专家来分析这件事情 现在都掌握哪些方面的数据 或者信息呢 材料呢 这个发布会上就说 说27日找到的第二部黑匣子 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其中的数据能够为事故原因分析 提供真实的客观的证据 那后期呢 调查人员需要把两部记录器的数据 以及现场勘察的证据 空管雷达的数据 机组和空管单位的路空通话 飞机和地面的数据链的传输信息 证人访谈等等 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的分析研判 然后才能更加客观准确的 分析事故的原因 那么按照规定呢 他们在前面我们视频里已经说了 他们需要在30天之内拿出来一个初步的报告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 再有三个礼拜多一点 这个初步的报告就应该会出来了 现在这个事故处理中心呢 有一个工作也已经开始了 就是对家属的这种理赔工作 已经开始启动了 前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 有好几十家的保险公司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虽然说这个理赔呢 对于家属来说 丝毫不能弥补 他们失去亲人的这个损失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吧 也比没有这些手段要强 这个呢 我们也要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 在以前的时候 这些方面都不是很完善 以前的时候呢 如果发生这种事 往往就是一家一户的灾难 现在来说呢 是全社会的灾难 是全社会的关注 是全社会的责任 另外呢 指挥中心还排除了一个因素 说是呢 到目前为止 现场没有发现化学爆炸物 当然现在现场调查的工作呢 一点都没有停止 而且呢 一点都没有减少 我看到昨天的时候呢 又有一大批的武警 来到了现场 进行这个搜索工作 现在就不能说是搜救了 因为呢 已经确认 没有一个人生还 只是呢 增加人手 在现场搜索 越多的这些遗物呢 就越好 好 再回到呢 我刚才说哈 他们说 排除了有化学爆炸物 也就是说呢 经过搜索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 有化学爆炸物的迹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排除了 这个飞机上 有被恐怖分子 劫持 爆炸 有意要炸毁这个飞机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 是不是能够排除这种恐怖袭击呢 可能可以排除那些专业的恐怖分子 但是能不能排除 人为的因素啊 我认为还是不能 人为的因素呢 就是有人活得不耐烦了呀 拽着整个的飞机的人一块死啊 这里面就会包括机长啊 包括副机长啊 包括飞行这三个人 包括飞机上其他的乘客 或者是这个机组的其他的乘务人员 这些也都不排除啊 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 曾经发表说是这个机组人员呢 经过调查 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 好像没有出现这种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直监控啊 还是现在经过调查呀 还是什么 因为现在录音的那个没有提取出来 我想那个录音部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了 因为机舱里面如果是有任何动静的话 就能够录下来啊 这次空难的这件事情呢 到此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后面在继续挖的时候呢 可能也不会有太重大的发现了 现在呢 大的方向就是两个可能 一个是人为的因素 一个是飞机本身的因素 因为现在的飞机呢 还是一个停飞的状态 美国的FAA呢 也挺有意见的 我看到虽然说他们挺有意见的 但是呢 他们的反应也不是很强烈 毕竟这个飞机出现了这种状况 毕竟在以前737麦 出现事故以后呢 他们那么强硬 到最后他们自我打脸 那这一次呢 我估计他们就不大敢强硬了 但是呢 他们也试图想甩锅 想说这个飞机失事呢 跟飞机本身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不能证明是人为的因素的话 那就是飞机本身的原因了 这个视频我跟大家呢 继续聊一下关于这个乌克兰战争 前两天呢 我跟大家说了哈 25号的时候 YouTube就发了一个通知 说是呢 关于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事呢 大家得和美国保持一致 第一呢 你不能指责这个乌克兰 说这战争呢 是乌克兰自找的 好 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不说这个是乌克兰自找的 我们不说乌克兰有责任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你不能赞扬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我们不去赞扬它 我们就说这事 这也不违反它的 第三呢 就是你不能dismiss这个war 就是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战争 好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战争 我们都要跟美国保持一致 然后我们才能生存 那之前的时候呢 我还以为说 那YouTube发这么一个通知 以后他怎么掌握 会不会掌握得很严啊 我们一提这个乌克兰 一提俄罗斯的事 然后这个视频就会被禁啊 哎 现在看来呢 他们掌握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严 但是呢 我们仍然是会小心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点呢 我们都去遵守它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继续说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呢 它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了 它好像是在基辅那个地方呢 有所往后撤 当时呢 我们就觉得说 它是要改变战术了 就是减少地面部队 然后改用这种远程导弹的攻击 结果呢 星期六的时候呢 他们就公布了说 我们的第一阶段呢 已经结束 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说第一阶段呢 我们的目标呢 都已经达到了 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着重乌东地区 可是呢 我们今天就看到呢 好像俄罗斯方面 也并没有说放弃乌东以外的 其他的那些地区 好像基辅啊 还有北线呢 他们仍然是有这个部署的 并没有撤 而且现在好像也加大了那种 远程的攻击 现在美国方面呢 就有一个说法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俄罗斯他坚持不了多久 为什么 他这种远程的攻击啊 他就需要 他这个导弹 是需要有芯片的 而这个芯片呢 是美国能够控制的 美国如果说对俄罗斯断供 他就没有芯片了 没有芯片 他这个导弹 他又打完的时候 而且呢 他很快就会打完 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有一个看法哈 第一呢 就是 关于他这个导弹呢 用芯片 这个事实 难道说俄罗斯之前 他不知道吗 俄罗斯之前应该知道吧 第一 他知道 我这个导弹呢 用的是芯片 这个芯片呢 来自于美国 那第二 他知道不知道 随着战争的推进 美国会制裁他的芯片呢 会断供他的芯片呀 俄罗斯会不会知道 俄罗斯也应该知道吧 那如果俄罗斯知道很清楚这两点的话 那他会不会事先做准备呢 我想他应该事先有准备吧 就好像之前华为就知道 美国早早晚晚 要对华为进行这种封杀 那华为之前呢 第一 就囤了好多的芯片 第二呢 华为就是研制自己的芯片 是不是啊 这就是事先做准备啊 你能看到 你就会事先做准备 你要看不到 预料不到 也就算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这两点呀 俄罗斯都应该事先能够预料到 所以呢 如果预料到了 他事先会做准备 我想俄罗斯呢 事先应该是存了好多的芯片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 那我存多少芯片 有可能呢 这个战争如果是持续的时间太长 他也会不够 那俄罗斯 他有没有后手呢 有没有第二套方案呢 那我想第二套方案 他就是飞机空投了 对不对 我就不用远程投射 我用飞机来投啊 那要从这一点上来说呀 那俄罗斯还真是他第一阶段的目的可能是达到了 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呢 他们就公布啊 已经摧毁了乌克兰的这个空军 摧毁了乌克兰的海军 摧毁了乌克兰的机场 摧毁了乌克兰的弹药库 还摧毁了乌克兰的燃料库 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 乌克兰对于这个空中就完全没有了控制力 那乌克兰如果对空中没有控制力的话 那这个空中呢 就由俄罗斯来控制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说呀 第一步的目标达到了 应该还真不是吹牛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分析啊 然后呢 我想补充一个哈 昨天我所说的那个 就关于拜登说 乌克兰的一个大妈 去阻止俄罗斯的坦克的这件事情 然后拜登就说呢 这像极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坦克人那个事 昨天我就说了那个事哈 我觉得乌克兰的大妈 拦着俄罗斯的坦克 能把俄罗斯的坦克拦下来 天安门那个去买菜的那男子 能够把中国军队的那个坦克拦下来 这正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就说明了当年天安门广场 那个坦克兵是仁义之师 说明这个俄罗斯的坦克兵是仁义之师 你要不是仁义之师的话 哇你一个大妈能拦下来吗 对不对 那大妈就是炮灰啊 怎么会拦下来呢 那昨天我还漏说了一件事呢 我今天想补上 这就是乌克兰北部的一个小镇 它那个核电站的那个小镇 叫切尔诺贝利吧 我看有一种说法叫切尔诺贝利的那个核电站的那个小镇吧 这个小镇呢 它的镇上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核电站工作的人员 及其家属 还有一些附属的服务业嘛 俄罗斯呢就把这个小镇就给它控制了 把这个核电站呢也控制了 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呢就抱怨 说是呢 俄罗斯强迫我们加班加点 我们人手也不够 也不给我们换班 让我们休息也不好 然后非常的辛苦 这个呢是非常正常的 这是战时嘛 对不对 这同时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了俄罗斯呢 并没有第一把你这核电站呢 给你瘫痪了 第二呢 它还保证你这核电站呢 能正常的一个运转 你要知道这个乌克兰呀 它主要是靠核电的 乌克兰的核电能占到60% 就是全国的电量啊 有将近60% 都是靠这个核电站发电的 俄罗斯如果说想瘫痪你的话 它就让这些核电站不工作就完了呀 可见这个俄罗斯现在并没有对乌克兰下狠手 对不对 还是让你这个核电站还工作 这两天发生有趣的事情呢 就和那坦克人类似的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他控制了这个小镇 他还把这个小镇上的这个镇长啊 给他扣起来了 好像应该是这个镇长呢 就不听从俄罗斯让他对这个小镇的运作管理吧 就把他控制起来了 那这个小镇的这些民众呢 就出来抗议 要求俄罗斯呢 就把他这个镇长啊 给他放了 让这个小镇呢 能够正常的运转 哎 战争期间呢 还抗议 你说 抗议就管用啊 这还叫战争啊 是不是挺开玩笑的 对不对 你对侵略者啊 如果抗议就管用的话 这就不是侵略者了呀 哎 但是呢 就这个小镇呢 抗议就管用了 经过抗议之后呢 这个小镇的民众啊 和俄罗斯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俄罗斯方面就把他这个镇长就给他放了 现在就放了 昨天我就挺纳闷这件事的哈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新的报道 为什么说会把这个镇长放了呢 是因为啊 俄罗斯要求你给小镇的民众 你们这个民众呢 你要好好的生活 你就得放下武器 你不要拿着武器和俄罗斯进行作对 那这个小镇的居民呢 就达成了协议说 我们都放下武器 然后呢 就把这个镇长给放了 那这个小镇呢 应该说 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进入了一个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吧 那现在呢 据俄罗斯说呢 他们就着重的着眼于东部地区了 东部地区呢 现在他们占领的比较多 现在呢 据报道说呀 乌东这两个闹独立的共和国 一个是顿涅斯克 一个是卢干斯克 在卢干斯克州 这些卢干斯克共和国的这个武装力量呢 已经是占领了93%的领土 93%等于说都在俄罗斯和顿涅斯克 他们的控制之下 他们现在就是盟军了 对吧 盟友 很快就要完全拿下了 然后呢 顿涅斯克呢 现在是53% 这呢 还有点距离 还有呢 大家都知道 那个枢纽城市 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呢 据乌克兰方面公布 说马里乌波尔现在 90% 说已经都炸成焦土了 90%都炸成焦土了 那就是说 就剩了10%了 也就是说呢 那些亚素营啊 他们所占据的 也只占10% 应该说不到 因为他们公布这90%成为焦土呢 已经是在两三天之前了 现在来说呢 这马里乌波尔啊 应该说很快就拿下了 那还有一个比较难以拿下来的 就是奥德赛 奥德赛这个地方呢 虽然说不大 也很难拿下 乌克兰呢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是宝京战火的 那他很多的要塞地区 比如说奥德赛这个地方 他就是一个要塞城市 是一个入海口 他经过几次战争的洗礼之后呢 他那些攻势就很多呀 而且这些攻势呢 应该是很坚固 应该是很难打的 说二战时期呢 德国在这个地方 也打了两三个月呀 就这么一个小城市 很不好打 所以现在俄罗斯呢 是在着重的来攻 这个乌东地区 和这个乌南地区 等把这两个地区 都拿下之后 再往里推进吧 应该是这样 那现在呢 就有一个说法哈 就说这个俄罗斯呢 他要败了 要败了 因为他那个远程导弹呢 因为芯片制裁的问题呢 他也很快打完了 刚才我都说了哈 俄罗斯呢 一个是之前 应该能够想到 这个问题有所准备 第二个呢 他有第二方案 就是飞机来投射的 这种方案 我还忘了说一点 就是俄罗斯 他还可以反制 还可以反制你美国的 比如说现在 美国和欧洲 要制裁俄罗斯的 石油天然气吗 对不对 你石油天然气 你对俄罗斯来制裁 就很难呀 因为对俄罗斯的依赖吗 欧洲现在就没有办法切断 和俄罗斯之间石油天然气的 这个供应关系啊 就包括乌克兰自己啊 乌克兰现在他用的天然气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啊 俄罗斯都没跟他计较 任何在给他供气啊 对吧 俄罗斯很容易给他切断 就把天然气给他切断的话 乌克兰就很麻烦了 那美国对俄罗斯芯片的断供呢 俄罗斯也有他的杀手锏啊 对吧 你这个芯片里面 所用的那个原材料里面 其中就很依赖于俄罗斯的 稀有金属啊 俄罗斯说我稀有金属我不给你啊 你还造什么芯片啊 你断我的芯片 我断你的原料 大家就扯平了 全都没有芯片 我没有你也没有啊 而且我有第二方案 你还没有第二方案呢 对不对 关于俄罗斯呢 现在要失败了 俄罗斯呢 现在在寻找借口 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台阶 顺坡下雨 现在呢 是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想说呢 就是说战争啊 什么叫失败和胜利啊 战争它也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你目的达到没达到 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呀 它的目的呢 就让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你必须得中立 你把加入北约的这个 从你的宪法里拿下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得承认克里米亚 和乌冬这两个国家的独立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呢 你得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它就是这三个要求嘛 那这三个要求 如果说现在 他们不达成任何的协议 那俄罗斯 它的目的达到没达到啊 其实俄罗斯的目的也达到了呀 通过这场战争 我们可以看出来 北约是绝对不会接受乌克兰加入的 以前不会 现在不会 将来更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加入的 乌克兰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而且呢 最近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乌克兰两次提出加入欧盟 欧盟都不要他 对不对 欧盟都不要他 乌克兰是完全被北约抛弃的 北约实际上也虚惊异常 乌克兰喊话 北约说 你看 如果你早把我吸收到这个北约里面 不就没有今天这事了吗 但是北约不这么看呢 美国和北约会说 得亏我没有把乌克兰纳入北约 如果我早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的话 我还有今天这个局面吗 今天我还可以借口说 哎呀乌克兰你不是我北约的成员国 所以呢 我们不能来帮你 那如果说 他是我的成员国 我还能有这个借口吗 我就没有这个借口了呀 你说这北约是不是觉得很庆幸 他会觉得很后悔 还是会觉得很庆幸 会觉得很庆幸啊 对不对 所以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啊 想问题真的是太天真了 怎么想的呀 好 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说以后 北约也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 进入北约的 那他第一个目的 他达到了没有 虽然说没有签 虽然说他的那个宪法可能没有改 但是呢 他第一个 嚇阻他 达到了没有 他达到了 第二个就是 他的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现在都给他打成这样了 他哪里还有什么军事力量 那些纳粹也给他消灭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有一说一啊 这种纳粹的 和这种恐怖组织这些啊 就跟那厨房的蟑螂似的 真的是很难消灭干净的 很难 你美国在全世界 你不是也做不到吗 美国在阿富汗搞了20年 到最后阿富汗又回到了塔利班手里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呢 俄罗斯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嚇阻的作用 现在反正是 我给你打到这么一定的程度了 如果你后面 如果继续你来搞这些事的话 那我俄罗斯还可以回过来再打你啊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也达到问题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独立了 克里米亚 他早就归到俄罗斯的版图里面呢 你承认一号不承认一号 他也是在俄罗斯的版图里面啊 然后这乌东的这两个共和国 本来是在俄罗斯出手之前这八年 快被乌克兰给消灭了 那现在经过这一次的军事行动 这两个共和国 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个夺回了93%了 差不多全夺回了 另外53% 但是呢 这段时间来 如果是着重在顿涅斯克 这两个共和国呢 就完全能够控制 他百分之百的这个版图 肯定没有问题 另外呢 还把乌南地区也给他拿下 可能这一块以后就消停了 所以说呢 就算是不达成协议 你说俄罗斯他达到目的了没 其实也达到目的了呀 你更何况 这个局势完全掌握俄罗斯的一方 俄罗斯今天我说 今天我不发一枪一弹 那今天就不发一枪一弹 他也用不着找借口 对吧 我不发一枪一弹 我明天还不发一枪一弹 我一个礼拜不发一枪一弹 我一个月不发一枪一弹 但是呢 过了一个月以后 我觉得有必要 再重新捡起来这事的话 我就可以再开始打你啊 就这样 完全是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中啊 更何况呢 现在乌克兰这个谈判团队啊 和俄罗斯的谈判团队 他们其实是有进展的 那前天的时候呢 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 他说的 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的 有很大的进展 说这个六项诉求呢 已经有四项 基本上达成共识了 俄尔多安说的 但是呢 乌克兰的外长 他在今天的时候 他说 他说没有 没有一项达成共识的 我在前面的视频 我曾经有说过啊 我不太明白 我感觉好像是 他们谈判的那个团队 和这个总统 副总统 以及他的外长 好像总是 不是一个声音 不是一拨人 很显然 乌克兰的总统呢 他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但是谈判那帮人 是怎么回事 前一段时间 第一次谈判之后 其中的有一个人 当街被枪杀 对吧 现在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是我能感觉到 这两拨人呢 好像谈判的人 并不听这个泽连斯基的 泽连斯基呢 今天这么说 明天这么说 但是呢 谈判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进行 因为这并不是 俄罗斯方面放的消息 而是俄尔多安呢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在俄尔多安 在土耳其的斡旋之下 他们在谈判 而且是在土耳其本土进行谈判 还有最近呢 这个俄罗斯啊 按下葫芦起了瓢 起了一个什么瓢呢 就是这个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最近有搞事 阿塞拜疆和他的邻国亚美尼亚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打了两个月 对不对 不是去年 前年 前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打了两个月 然后在俄罗斯的斡旋之下 就停战 对不对 俄罗斯出了2000的维和部队 对他的那个有争议的地区 就是纳卡地区来进行维和 你们两家都离这远点 只有我的维和部队 可以在纳卡地区 你们谁都不行 那么最近呢 这个阿塞拜疆突然就派了军队 进入了这个纳卡地区 眼瞅着这个地方 战火又要起来了 但是呢 今天啊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是经过谈判呢 阿塞拜疆方面撤回了 进入纳卡地区的这个部队 等于说这个条呢 给他按下去了 俄罗斯还可以专注于这个乌克兰 再补充两句啊 就是这个拜登啊 星期五在波兰边境讲话的时候 一不小心又说错话了 他说呢 这个普京啊 不能再继续掌权了 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呢 全球哗然啊 美国又赶紧灭火 全球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暴露了你美国搞颜色革命的本质啊 到处搞颜色革命 难道说现在又要到俄罗斯搞颜色革命吗 是不是美国呢 赶紧灭火说我们无意于改变俄罗斯的政权 我们也没有改变俄罗斯政权的政策 赶紧灭火 但是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 其实呢 美国搞颜色革命 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在全世界都没有他的死角 在俄乌冲突当中 你能说美国没有在俄罗斯渗透吗 此时此刻 你能说美国没有在中国渗透吗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